金門9場迎接2015年就拿下二連勝 這股氣勢能否延續下去 還得先過聯盟老二富邦勇士這關 經久新秀陳冠全開賽就先來搶鏡頭 連續兩次在籃下得手 巴出籌隊搶得先機 勇士這邊不遑多讓 靠著陶思跟蘇伊捷內外開火的帶領下 一路緊咬戰局 不過雙方在廝殺之餘 也沒忘記關心場邊球迷 正人為快攻回來要上籃 卻殘遭Brian Davis大場伺候 送上熱騰騰的麻辣鍋 BD上半場近仗十一分七籃板外帶兩火鍋 吳戴豪馬上幫隊友出氣 用這擊單手扣籃還以顏色 兩隊擬籃無往互不相讓 兩屆打完二十七比二十七戰成平手 換場後雙方依然殺得難分難捨 關鍵時刻蘇伊捷挺身而出 現在籃下完成這擊左手上籃 接著自己帶球到中距離 轉身空中找籃框 吳戴豪接著與張榮軒展現默契 兩分穩穩收下 串連勇士用一波七比二的攻勢成功超車 眼看有機會建立起雙位數的優勢 沒想到金九老將楊哲一 馬上用這一顆三分蛋告訴對手你想的沒 陳靜桓比照辦理 外線同一個位置又補上一顆 雙城back to buy的三分球煙火秀 幫助金九三節打完 取得四十五比四十四的一分領先 富邦勇士沒在怕 決勝節除了由射手柳生耀支援 正人為跟陶思野輪流在禁區成威 搭配全場加壓式的防守 拉出一波十比零的高潮 而且就在張榮軒從外線 表現這顆三分球後 勇士成功取得六十一比五十的絕對領先 反觀金九今天只會打三節好球的毛病又犯了 這一節命中率連三成都不到 一樣將Barn Davis還在這次試圖 蓋火鍋的過程中 把吳戴豪給撞倒在地 引起勇士教練團相當不滿 老爹奧Lis Hulley教練 第一時間大聲咆哮 副林隊陳建州 還在場邊跟BD發生了爭執 還好裁判緊急上前阻止 才沒引起更大的火花 而這小小插曲也成為比賽分學令 勇士在陶思十一分十四籃板 雙十以及張榮軒十三分八籃板的火力貢獻 中場就以六十五比五十六打敗金九 十一勝五敗 佔據聯盟第二 火力貢獻新聞綜合報導